秀一开始带你来看 屏东超商店员挖眼案 现在竟然出现了翻版 一样是因为劝说要戴口罩 因此还被攻击 这是在台中 有一个在超商上大夜班的诚信男子 他当时碰到了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客人 就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当时这个店员说 把口罩戴起来 结果没想到被这个客人爆打 而且肋骨还因此断了六根 上到医院去 他的眼窝骨直接碎裂 后脑勺撕裂伤 差一点就会失眠 警方到场很快地把人逮捕 移送地检署侦办 打人的是一个22岁的周姓男子 因为喝醉酒了发酒疯 打人的时候有三个人在旁边看 怎么拉都拉不住 家属现在看了非常生气 也很心疼 觉得实在太可恶了 就怕这个警察呢 把他送到这个警察这边来之后呢 最后会不了了之 希望法律可以严惩 原警来到超商将喝得醉醺醺的男子压制上铐 因为前一秒他将超商店员打成这样 陈信店员戴着口罩 燕燕一袭躺在病床上 他的两眼明显瘀青 烟角还残留着一些血丝 左眼的眼窝破裂 院方紧急缝制处理 后脑勺不断涌出鲜血 伤势相当严重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将人往死里打 事发在二十三号凌晨 四十二岁的陈先生上超商的大夜班 他劝说二十二岁的周姓男子戴上口罩 却反遭一顿暴打 俨然是屏東挖眼案的翻版 家属难过哽咽 弟弟的肋骨总共断了六根 眼窝破裂 后脑勺撕裂伤 全身多处的擦错伤 送医治疗目前意识清醒 事后警方到超商歹人立即实施管束 并因伤害县刑犯移送地检署侦办 超商店员身在第一线 劝说民众戴口罩就无故被暴打 家属说司法没办法保护被害者 同样的情节只会一再上演 华伦圈内门营销月 SNG小组台中报道